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组书记 部长贺荣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座谈会上表示 《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已经启动 同时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全国工商联课题组已撰写完成一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草案建议稿并提交给相关方面 建议稿分为总责 平等准入 创业创新 权益保护 促进发展 法律责任 负责等7章49条 一周之后 在2月28日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在国亲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司法部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稳妥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切实从法律制度上把国企 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用硬实的措施落下来 以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在这个背景之下 2月29日 社交平台X用户蔡慎坤发布贴文称 现年86岁的袁申镇市市长 市委书记立有为长期以来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尤其关注遭遇迫害的民营企业家 常常未知鼓与呼 杨慧在即 立有为深感过去这些年国进民退队是厂体系的破坏 对民营经济的冲击 对民营企业家的伤害等等 都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北京高层对外放风要出台所谓民营经济促进法 立有为对此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意见 铁文中立有为的意见有9条 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市场主体一一企业的立法十分重要 深圳在获得立法权后 首先对市场主体立了四个法 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股份合作公司条例 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合伙公司条例 这是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 非按不同所有制立法 2 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 有利于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内公平竞争 3 如果按不同所有制立法 就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条例 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民营企业条例或促进法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法律规定 优惠或约束 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破产 亦造成市场分割和不公平竞争 4 现在的问题不至对民企促进不够 而是从根本上落实中央文件中提出的一事同仁不够 5 建议修改宪法第12条 无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都依法神圣不可侵犯 宪法第13条没必要存在了 6 建议修改宪法第6条 无论国有经济还是民有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 7 建议修改宪法第7条 国有经济和民有经不分主次 共同发展 8 建议修改宪法第42条 第三段 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做工的中国公民都是国家主人 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9 建议宪法增加政府转变职能的条款 政府由全能型转变为服务型为主的政府 对企业的生产要素配置和资源配置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 政府退出主导地位 在2020年下半年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 届时将讨论通过十四五规划 就在这关键时期 深圳前市委书记丽有为在文汇报发表录在何方一文 呼吁中国宪法正式承认民有经济的基础地位以及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丽有为在这份香港中联办资助的报纸上连问13次录在何方 重复九次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引发外界关于中国民营经济政策转向的猜测 南华早报引述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顾促分析称 利有为的言论可能也代表党内其他自由派的想法 利有为写道 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华为等民营企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强烈打压 就完全证明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但是 并未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 法律还只承认公有质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利有为提出一系列关键问题 一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二 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 都神圣不可侵犯并加在大法呢 三 我们怎么看待资产阶级 怎么看待剥削 怎么看待阶级斗争 等等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利有为指出有两条路径 一条事案是厂经济规律 民营和国有优势互补 而另一种是政府主导 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 给国有企业下指标 把优秀的民企吃掉 现在 我们正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利有为还提到 能否以法律确保私人和公共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 利有为还反问 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还是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和平方式 解决不同利益诉求 利有为特别强调 中国要防止左倾错误 稳住企业家的民心 使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法律保护 死心塌地地留在国内拼搏 在利有为看来 风口浪尖弄潮头 改革毕半热血流 1990年12月 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利有为结束对罗马尼亚一个合作项目的访问 刚落地北京 被中组不告知要把他调到深圳特区工作 利有为表示 深圳特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啊 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 甚至特区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但利有为还是服从组织安排 一周后稀里糊涂来到了深圳 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 时任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 1990年 深圳已成立特区十年 但当时正处在巨大的争议中 利有为回忆 当时很多人指责说深圳性资不性赦 深圳就剩下五星红奇卦在那儿 其他都变颜色了 刚到深圳的利有为面临巨大的压力 好在1992年邓小平男群讲话提出改革开放路线要100年不动摇 深圳的改革开放得以继续推进 1993年 14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时任市委书记的利有为开始探索完善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据深圳前副市长张思平在深圳奇迹一书中的记载 在这一时期 利有为领导和直接推动了深圳市产权制度改革 把财产占有社会化作为产权改革的总方向 为深圳市的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产权改革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利有为还率先在全国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 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的探索 此外 利有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体系和形成市场经济的四大机制 后来完善为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和五大机制 如今 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 诞生了华为等一大批世界级高科技公司 而这得益于利有为在任实力推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在1995年深圳市的党代会上 利有为提出二次创业的想法 理推深圳发展高端服务业 金融业 高新技术产业 他还理排众议排版在南山划出11.5平方公里的土地 提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如今 深圳南山已被称为中国硅谷 改革就是破旧利新 利有为的改革之路曾遭遇重重阻力和压力 在退休时他写了一首名为《血路》的诗 记述他以拓荒者姿态投身改革开放的种种心境 风口浪尖弄潮头 改革壁板热血流 血路杀的伤变体 西洋染红如紫牛 关于中国民营经济法治环境 中国媒体财新 在2023年10月中旬一篇社论提到 近20年来 里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不算少 但是中央层面便先后出台了 非公经济36条等四部专门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 综合性重要文件 最新一部是2023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但也有声音提到 再多的民营经济促进政策法规 也比不上一个公正的调查和裁决 法律政策拧不过官僚体系的现实利益和陈就观念 有案例可以作证 基层落实人员总有办法去消解 抵制法律政策 就在网络上传来 力有为为民营经济促进法 提出九点意见的同一时间 另一边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有关部门 处置企业家马一加一债务问题的一系列操作 可以说更是极大冲击市场和民企信心 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 共拖欠少住民族女企 业家马一加一扶贫搬迁 幼儿园 小学等十个项目约2.2亿员工程款 马一加一讨要八年为国 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 被马一加一拒绝 而后当地 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将其逮捕 面对舆论压力 贵州官方星期三 2月28日 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审查案件 承诺对侵害民营企业家利益行为 严肃追责问责 但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发布贴文提到 网传六盘水水城区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在其朋友圈转发了一则 中国经营报副社长等人 敲诈勒索得公开举报信的新闻 并呼吁其他人转发 现在正值民营经济立法 以及重塑民营企业信心的关键时刻 但贵州地方政府 却有越来越抱团战山头的趋势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